歡迎光臨 我是一滴料理長的西村 今天是東天的蜜西鱲鯛 蜜西鱛是福岡県和佐賀県県山県 佐賀県蜜西村 歡迎來到東天的鶏料理 Hello 大家好 今次我又和DayDayChaininEcho 去吃日本料理 這間一龍是位於銅鑼灣金潮洋中心二旗八樓的一龍 一龍就在這裡 我們就來吃這個居酒屋 這次我們約了四個朋友過來吃東西 順便拍片介紹一下 因為我們又要去試新餐廳 這間只是暫時開了兩天 我們就會去吃他們的料理 看看居酒屋的食物好不好吃 我就再試吃給大家介紹一下有什麼食物 待會見 先拍一下環境 然後再試試看 再試試看 製造一下 Wagner 我現在就來到這間一龍 剛才也介紹過周圍的環境 我現在有很多東西吃 跟我的朋友即是在炸鏡機的朋友 一起分享 首先我點了這杯有個大波波的氣泡 是不是氣泡 而且它是用窗子射一個波 喝咖啡很流行的 其實我也不知道叫什麼 但它裡面是一個 蜜桃茶 再加了青芯蘋果汁 再加了荔枝酒 是不是荔枝酒 是荔枝蓉 加了青芯蘋果汁 再加了荔枝茶 加在一起 好 先試試 好喝喔 是不是好喝啊 很好喝 我們分桌子就看不到 首先試試這個雞 因為這個是一夜乾的雞翼 我就問他什麼叫一夜乾的雞翼 如果我見過一夜乾 雞翼也是一夜乾 而且這個是限定的 每天限定數量 因為他說不可以每一天做到這麼多隻 因為那些雞醃完之後再浪乾 浪乾完之後第二天再燒 試試試看 現在更熱 好香喔 雞味好濃 它這裡的大廚就是福江來的兩位大廚 它這個三奶雞 也是福江的名物來的 因為它是福江的大廚 所以他就選了福江名物的雞 它是一個非常重的雞味的 這個雞很美味 嗯 聽什麼聲音 皮很脆 因為它一夜乾了 它收乾了皮裡面的水分 很脆 這個就是他們推介的 一個用墨魚汁混合了粉 它都是三奶雞 但是是炸雞 然後它有一個特製的沙律醬 它這個炸雞 是黑的黑的墨魚汁 這個雞真的很嫩和很喜歡 這個雞 墨魚汁也不太吃 它調味的沙律醬很好吃 這個很好吃 然後這個就是越見雞肉棒 基本上我們平時去的居酒屋 很多的這些 為什麼來這裡吃呢 因為它真的是福江的廚師 來親自做的 它用了這個福江北九州 我當時不是去北九州 上面這個北九州 他們這裡有一個叫三奶雞 酒地雞 他們自己用這個三奶雞 用來做這個雞肉串 全部都是自家製的 不是入貨回來的 因為我也是慕名而來的 因為一來它裝修好 二來它這裏的食物 是日本廚師親自飛過來做給我們 拍一下它 我把蛋黃的畫面 哇 邪惡邪惡邪惡 它說連這個醬汁 都是它們自己調製的 那個醬汁 試試看 嘩 嘩 正啊 嗯 有雞軟骨 有雞軟骨 真的傳統那種 月徑雞肉棒 不過就用了三奶 真的 雞肉很香 而且雞蛋很好吃 真的不是太香 真的很好吃 雞蛋黃 很濃味 很香 好吃 嗯 好吃 我想喝一個蛋汁 不過不行 要跟別人分享 先喝一口 先喝一口 這個蛋很好吃 雞肉棒 加起來很好吃 而且裡面的雞軟骨很軟 哦 實在 然後就下一個了 嘩 這個就是鰻魚壽司卷 裡面有牛油果 還有甜蛋 不知道 原來有鰻魚 上面還有青瓜 上面這個米飯 還有麥魚汁 好 讓我先試一下這個鰻魚卷 我吃不出它裡面 黃色那塊是什麼 蛤 蛤 真的嗎 慢慢細味 先吃一下 對 原來裡面這塊是鵝肝 黃色那塊是鵝肝 然後還有牛油果和鰻魚 但是這個鰻魚和鵝肝的味道都很搶 我覺得它們兩個在戰鬥 我覺得這個鰻魚味搶了鵝肝味 如果兩個分開的話 就是鰻魚卷和鵝肝卷分開的話 可能會比較好 但是吃得出的 好吃 好了 接著我就試一下這個 A4公奇和牛 壽司上面有海膽 好熱 這個 剛剛師傅介紹了 這個牛肉本身是燒過的 所以有點油香 但是外面是生的 很厲害 怎麼可以燒到一邊生一邊熟呢 試試看 很好吃 很好吃 海膽和牛肉都混在一起 都爆炸在口裡 很好吃 雖然生牛肉沒有味道 但它也有少許燒過的香味 但很少 海膽真的很好喝 整塊都很好吃 而且生牛肉越來越甜 它有些甜香 好吃 好了 我朋友要吃東西了 不要拍了 嘩 我現在呢 現在這個A4公奇和牛 壽起燒了 我首先把這個肥牛 放進去 煮一煮 半熟的狀態之後吃 蘸蛋漿 是不是要拌勻 熱辣辣 嘗嘗嘗 嗯 很多油脂 是高級的味道 好吃 完全是肥瘦均勻 不得了 這個不是很甜 OK 剛剛好 但是呢 為什麼剛剛好呢 原來它還有棉花湯 等一下會放進去 應該會很甜 我想加了棉花湯之後 嘩 現在師傅 他就把這個棉花湯放進去 是不是會甜很多的這個湯 就是會甜一點 我甜一點的 嘩 好可愛呀 這個是不是福光的特色來的 日本都有的 我以為是福光的特色 嘩 我要拍下不行不行 看著它這邊融中 嘩 好可愛呀 這個 嘩 嘩 現在在塌 現在在想著 好了 剛剛就拍了它的 close-up 現在的棉花湯就融在湯底裡 先混均勻 否則會焗布 甜到爆 嘩 甜了很多 大家看看它的肥瘦均勻 很大塊 肥瘦均勻 很漂亮 不得了 真是超美 好了 我現在沾下去 快煮 3 5 4 3 2 1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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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小了 好 OK 現在看到它是半紅 又不啡 剛剛好 這個是最佳的狀態 最軟臨 下蛋漿 很好吃 但甜度不是多了很多 不過是有趣 我覺得 甜度差不多 但甜了一點 我要過去找它們 待會兒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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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現在就上了這個 是澳洲和牛的牛腸鍋 牛腸鍋就是這個 是福江的名物 我當時在福江都吃過 不過當時那個鍋好像很淺 然後上面有很多韭菜和牛腸 那我現在就試一下這個 嘩 那些牛腸很肥呀 然後先舀一些韭菜 嘩 超肥呀 嘩 嘩 來到這間一龍 以這個福江為招牌 主打 和福江師傅為主 就一定要試一下這個 好像沒有醬汁 就這樣吃 嘩 很大塊牛肥膏 很濃的牛油 牛腸很彈牙 很邪惡 很多肥膏 真的超肥呀 超多一塊塊的肥膏 幸好這個鍋是四個人分享的 沒那麼邪惡 連同狗菜一起吃 連同狗菜一起吃 沒那麼邪惡 沒那麼重 但整鍋都很重 很邪惡 所以我現在決定吃完這一鍋就收手了 但是呢 很大煙 是不是很大煙呀 然後呢 最後呢 我現在試了這麼多東西 我都覺得 那個牛肉鍋是最棒的 因為它的肥牛真的很美 吃下去真的很高級 雖然是四百多元 但我覺得 share的話 其實真的值 這個 在這個餐牌裡面 488元 有這個A4公奇和牛的壽喜燒 它裡面已經有很多蔬菜 也有很美麗的肥牛 我覺得這個最推薦 而且肥牛腸呢 我想你叫多幾個朋友 一起share 試一下就好了 因為真的很肥 很多肥膏 但很好吃 我呢 下次決定再來這間餐牌的話 一定要試這個 鰻魚飯呀 超想吃啊 這個鰻魚飯 這個是特上鰻當 這個是活鰻當飯 我覺得應該會很好吃 因為新鮮有蛋 好期待呀 下次再來吃過拍過 不過可能下次來吃就拍片 吃過拍照就算了 記得大家follow我的IG 我的IG其實每天都會更新 我的IG是mr.travelgenius 記得來看 好了 今集又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想來的話 記得來這個銅鑼灣 金朝陽中心二期的八樓 在金朝陽中心二期的八樓 一龍那裡 試一下這個居酒屋 好啦 大家下次再見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subscribe like和share 不知道大家聽不聽到我的聲音 因為它播得很強勁的日本歌 好啦 下次再見 記得comment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支持我 下次再見 拜拜 喜歡我這條影片的朋友 記得給我一個DLS comment like和share 好 Hello 大家好 上次我不是說來這個一龍那裡 要再試那個鰻魚飯 那我今次就真的再來試一下這個鰻魚飯 這個是靖江縣的活湯鰻魚飯 這個鰻魚飯是養殖的 但是也是非常之正 因為是新鮮湯的鰻魚 好 而話不說 我就要試一下鰻魚飯 四百多元 是不是真的這麼有價值 先試一下 我超喜歡吃鰻魚飯 因為我們平常吃的那些 入貨的大陸鰻魚 很肥很厚肉 因為那些是養殖的 但是日本的養殖鰻 其實它也是海的養殖 所以它是比較瘦一點的 就算在日本吃的鰻魚 也是比較瘦身一點的 沒有那麼多肥油的 所以這個都真的很日本 吃下去的味道 它的質地是比較薄身的 加點生椒粉 生椒粉是提鮮的 嗯 好吃 大家遊戲上次就過來試一下 拜拜